歡迎收看11月8日的明報5時半新聞直播 有零售業分析家預測今年上街的庫存量過高 好一可能會大減價情況 多倫多衛生局委員會 今天要求重新實施口罩令 山省教育者今天重返工作崗位 學生都可以回學上面受課 省長福特今天說感謝工人今天上班 希望勞資雙方今天重返談判卓之後 可以用和充共濟合作精神 盡快達成協議 他說今天省府提出的新合約已經作出改善 為最低層的工人提供了更好福利 他說省府重返談判卓 準備和QP安省分會OSBCU認真商討 為低收入的教育工作者提供改善的待遇 福特未有提出新合約提供細節 他說 我們希望達成一項對學生公平 對父母公平 對納稅人公平 對工人公平的協定 尤其是對低收入工人公平 我們知道我們足夠做到 我們知道我們會做到 福特解釋 為何要在復工法裡引用彈書條款的時候說 這個是憲法中其中一項法律工具 亦是政府可以支配的 可以令到學生繼續上課 福特又說 現在要專注在推進談判 他說 我不想爭鬥 我只是想小孩子上學 我已經過了爭鬥階段 他又說 下週一就會在省議會內 揮除第28號法案 他說 這一輪的談判 將會影響以後教師工會談判 期望 幫助會在最低層的員工上 而不是在那些年薪十萬年以上的教育者身上 因為 這樣會花費過百億元的公帑 OSBCU主席隆爾頓說 工會將會回到談判桌子上 繼續達成尊重工人、學生和家庭的公平協定 他又說 若沒有員工、學校無法開放 就不要再低估他們的重要性 新合約必須能夠幫助他們日常生活所需 不應該再糾纏在全職或是兼職工人的意識形態上 安省新聞主黨 臨時黨魁戴彼得今日說 只要福特政府下週一推出廢除復工法案 該黨會盡力協助 務求令他盡快通過 OSBCU仍然處於合法罷工地位 但是如果打算再次罷工 就需要提前五天發出通知 疫情期間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佳淨水 面對事件中感染呼吸到疾病的小朋友數目越來越多 多倫多衛生局委員會 今天要求首席醫療官德維拉醫生頒布口罩令 而德維拉醫生回應說 現在仍然是遵照散婦的指引 但由於疫情往往都可以捐到重來 他會密切注意最新的狀況發展 不顧安散的華鐵路大學 未等散婦發出指引 今天就率先宣布 明天開始 將會恢復回口罩令 學生在大學的身體空間 包括演講廳、研討會和實驗室 以及例如測驗和考試都要戴著口罩 至於教授和教職員 在演講和教學的時候 如果有足夠的社交距離 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散之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除了一年彈藥 是否準備在年底時報復式消費 如果你想買的是衣、鞋、玩具 又或者智能家居產品、懸藝用品 那就對 因為有零售業分析家說 這個holiday season和去年大不同 去年因為供應鏈問題 課源緊張 但今年就剛剛相反 庫存量不單止充足 而且還有凸 商家因此可能要出血大便賣 剛才剛剛所說的物品就最明顯 加拿大格格網站 Redflatsteels.com主管 Kate Masgrove就說 零售商現在正設法吸引顧客 返回商店消費 所以美國的Black Friday還未到 主要的零售商就開始割價大便賣 這個趨勢還會持續到聖誕假期 他說 某幾類貨品的庫存量都偏高 為了清倉 商家提供的折扣會更大 包括凍衣、雪荷、玩具、家居智能用品、懸藝貨品等 都可能競減出手 DIG 360 群收聽的零售業分析家 David Ian Great就解釋 去年的holiday season 有許多訂單都延遲到今年才賦 所以今個秋天 不少商戶都出現貨品的 庫存量過多問題 Mustgrove就建議 如果在購物時要支付正價 才能買到某商品 行動前就應該暂舍 因為這間商店的價格未必是最底 不過這樣 現在通脹率這麼高 低收入家庭要解決兩餐 都可能已經慢慢緊 未必有閒錢買非必須性的用品 出血大減價 可能最後都只是益回一些中上收入的人士 可以分析 還有馬平家為你提供獨度的提示 明醒你 請即瀏覽明報多倫多網站的明報馬京專頁 聯邦國際貿易小企業和經濟發展部長孔共儀 今天和中文媒體會面 他講解聯邦政府的秋季報告裡 多項和華人有關的政策 其中包括為祖父母改善生活而進行的裝修可以獲得優惠 學生貸款取消利息 敦促信用卡公司減少交易費 容易幫助商家尤其是小商家 目前聯邦政府已經公布了支付卡網絡法的立法草案 如果未來幾個月裡 沒有辦法和支付卡行業達成一致的解決方案 聯邦會在新的一年裡直接出台這項立法 以確定收費的範圍和最高的限額 新世紀皇宮海鮮酒樓的總經理顏豪就覺得 現在不知道信用卡交易費能夠減多少 如果只是減一個百分點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幫助 他說酒樓洗一次地煎 省到的錢都用完了 真的要省的話 減一個市應可能省得比這個要多很多 疫情期間市民早就習慣了網購 部分商店為了吸引顧客上網不斷賣賣賣 退貨限制也特別寬鬆 不用付運費不用付郵費 不過遲些可能就沒有這支歌仔唱 正因為網購退貨太方便 反而被顧客濫用 幾乎每三件網購的貨物裡 就有一件要打回頭 令到商家都很頭痛 有零售業分析師就認為 零售店為了減低市民的退貨率 現在正積極考慮實施更嚴格的退貨政策 甚至可能要收錢 例如服裝連鎖店H&M 目前就在歐洲試行退貨收費的政策 除了收費之外 個別零售商也考慮縮短退貨的限期 零售業分析師 Louis Winder 說 網購物品的退貨量是實體店的三倍 當零售商賣出的貨品裡 有三成要打回頭 試問哪裏還有利潤 她又說 零售商處理退貨時 涉及不少人力 例如將退貨分類 部分被打回頭的貨品 也不能再次上架出售 只能以清貨大減價賣出 與零售商合作 簡化退貨流程的公司 Return Bear 的行政總裁 Sylvia Ing 說 現在上網賣物實在太方便了 同一個款式 紅、藍、黃、白、黑 各種顏色都先來一個 到貨後 顧客只選其中一個顏色 其他就退回商店 現在很多商戶都發現 退貨率可以達到20、30、40% 令商戶考慮向退貨的客人收取費用 達到收支平衡 她建議 顧客現在上網購物前 應該要留心公司的退貨政策 例如是否需要保留單據、 銷售牌或貨物原理的包裝 退貨後 拿回現金或是購物的積分 商店會否收取重新入貨費 restocking fee 或退貨運費 或縮短退貨時間 明報530新聞最近都報導過 三宗業主因為遇上無量租貨 而要被逼老鼠街頭 或者爭下巨債的事件 不過除了無量租客之外 也有無量的業主 也有租戶聲稱自己受到業主的欺凌 在多倫多八月刻 當Mills及401公路 Loyal Grove公寓的租客 不滿單位長期失收之餘 大業主在2019年的時候 要求加租5% 超出省庫的指引 不少租戶都拒絕加租 並向安省業主及租戶委員會提出複合 但是因為疫情 案件一直被拖延 直至今個月才會被審理 萬一大業主的加租申請獲批 過去三年一直拒絕加租的租戶 就可能要一次過報價回加租的測額 這棟公寓的大業主Homestad 在2019年加租前 用了90萬來翻新公寓走廊的地毯和露台 但是有租客認為 這就是大業主用來加租的藉口 那些真正需要改善的地方 例如藏心問題 地方不乾淨 不夠保安等大業主都不理 不過如果安省業主及租戶委員會 將大業主所洗的90萬 視為是必須性的資本開支 就會有很大機會批准加租 到時他們的這些租客 就可能要補加回4000元的測額 這個租客席認 他付不起這筆費用 而且據他所知 公寓入面 有很多是依靠固定收入來收莫的長者 他們將會面對著財政困難 安省業主及租戶委員會 剛剛才宣佈 在今年年底前 都會優先處理業主要求加租升幅 超過散府指引以上的申請個案 引來此業主及租戶的不滿 認為這個舉動 是將大業主的利益 凌解租戶和私業主之上 不過租務委員會的發言人就解釋說 這樣的案牌 是因為職額的案件中 這類的個案所佔的比例最大 不過無論是業主還是租客 兩邊都有好人或壞人 安省業主及租戶委員會 都記左右做運難 天氣報告及油價 由華創公司特約贊助 多倫多今晚氣溫約3度 明天日間平均氣溫約11度 今晚油價在766 明天預計會跌回4線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特首李家超今天出席紅會前強調 當局不會取消黃馬制度 他說紅黃馬屬於風險管理手段 如果沒有這個方法 將會難管理風險 他說香港每天 現在還有4-6千宗的新冠病毒感染個案 形容疫情還未離開香港 但是他就重申 在風險可控之下 會盡量容許最大的活動空間 李家超指 有早前出席金融峰會的銀行家 賺香港閃閃新光 令他感到鼓舞 被問到入境旅行團 團進團出的安排 是不是只是意味著 連底前都不會零加零 李家超就沒有正面回答 他說零加三是可接受 或在零加三之下 香港已經舉辦了很多活動 符合政策的預期 也有更多海外人士訪港 和更多香港居民出境 航空公司也要時間 來恢復穩力 他還強調 香港也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和取消堂籍的時間限制等 曾經被譽為是世界上最大海上食虎的珍波海鮮坊 沒有人想要 在今年6月被拖離香港 怎知是西沙群島遇上風浪之後傾覆 一間船廠昨天入稟高登法院 說今年5月的時候 和珍波海鮮坊的持有者簽約 打算以港幣4元買入4架船 但對方給了定金之後 珍波海鮮坊就入水沉沒 協議沒有了客問 船廠現在要求持有者加速船隻 並賠償480萬的處理費用 這宗案件的原告是建輝船創有限公司 首被告是持有泰白海鮮坊 三格船隻的泰白海鮮坊有限公司 而此被告是持有珍波海鮮坊的 香港製飲食企業有限公司 日品狀指泰白海鮮坊和珍波海鮮坊 是香港著名食市 具有歷史意義 外界將它稱為珍波王國 今年5月19日 原告和兩個被告達成了協議 原告以港幣4元買入上述的四架船 而被告需要付540萬作為船隻的處理費 根據協議 被告需要協助辦理船隻擁有權等的駐名手續 也要確保船隻處於安全的樓市之中 協議列明被告要在簽約之後給60萬的定金 另外在每艘船隻完成轉名之後 就每艘船給120萬的分期處理費用 即是合共480萬 日品狀指被告在5月20日給了60萬的定金 並在5月25日就珍波海鮮坊給了1元 海事處同意將船隻轉入原告旗下 至到6月1日被告將珍波海鮮坊入水傾枝市通知原告 原告確認仍然可以履行協議並以打撈船隻為目標 不過原告多次發信要求被告簽署補充條款 但未獲回覆 在7月27日被告通知原告協議將會自動終止 至於泰白海鮮坊的三艘船 被告說要先完成珍波海鮮坊的交易 才可以收到原告的3元 但從5月底開始 原告多次出足被告處理轉名手續和交船 但被告都拒絕協助 這次正面 一致正面 高一點 高一點 不就掉下去了 這裏 這裏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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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你 嗜嗚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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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因為台慶本來我跟公司聘請了一位 說不會去的 因為我本來打算回溫哥華見一位家人 差不多一年沒見過家人 但因為今年台慶有兩個項目 皮色的項目 和美麗戰場的項目 所以公司就叫我 不如你留下 所以我其實前天才知道我要留下 所以就未找到台慶條群 但頒獎兩個條 就有充足的準備 可以慢慢看 那你是不是沒有隔期了 遲些日晚 希望台慶之後 就會可能回溫哥華 是不是想帶上獎回去 應該回溫哥華才 就回來拿獎 不是拿獎 只是出席 所以有時間瘦身 而且最近為什麼這樣 又怪他們又怪美麗戰場的同事 因為我整個十月中到現在 都還在吃生日飯 昨天才吃完最後一個 所以 吃了多少晚 差不多晚晚 如果不是在吃生日飯 就是在慶祝美麗戰場 對 很幸福 我還以為穿著古裝看不到 哈哈哈哈 你太出眾了吧 我真的沒有 但是我有保持著磅 我有保持著磅 又沒有太大分別 所以我懷疑你現在不知道 是不是在善我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男人的眼光 謝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家樂 幫他考吧 不是啊 還有台戲我怎麼穿古裝 都不用穿裙子 是不是 不是啊 是不是 說錯 說錯 OK 我覺得很好啊 狀態大用 支持他 都看到他時候 我自己個人 是會支持他的 每個人都靜光 哈哈哈哈 大家在默認中 有幾句 說得好 你和郭佳欣道 對啦 怎麼看 很多很多 其實今年很多女藝術 男藝術或者女藝術都好 其實今年每一套劇集 都會有份提名 所以其實有很多很好的演員 我都很期待 年尾的 還有幾套劇未播 嗯哼 喂 新鮮第二張 不是啊 Katy那一套 我和你 家樂都有份 留意一下我的表演 是啊 我好像有份 我都 有演過一下 大家可以看看 那你有否信心獲獎 絕對沒有 完全沒有 啊 是嗎 對不起 有一個組合獎 我們想獲獎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很 說不可以的 都說不可以的 不可以 我前幾天 就膽粗粗 我都發訊息了監製 我就說 我想問一問 這個最佳組合獎 你填了哪幾個藝術 因為我們最希望 就是四個一起 入圍 但是我不知道 他是填一坨坨 還是四個這樣 他就說 男主角 想都沒有想過 你 哦 絕對 不會吧 為什麼 很多因素 這些東西 對 怎麼爭 我看他 我自己很喜歡他的演繹 很喜歡嗎 對 很喜歡 我自己個人 對 很有他的獨特性 你貼他拿 我其實不是追得很貼 因為最近都在看拍劇 我想我先看多些 先看多些 先說貼誰 嗯 這個禮拜 所以賣TV Super 還有一陣子的作用 對 一有時間就追回 劇完了 你們還不加油 又可以見面 又可以表演 又可以表演 對 我打算每次 都是最後一次 穿古裝 然後 永遠都還會有一次 我每次 最後都說 我想扯爛他 燒了頭套 但誰知道 永遠都還有下一次 嗯 這個禮拜 好像還有第二次 嗯 接下來SELVES PRESENT 我們又要再穿多一次 本來不是開第二次 就是有機會的 是啊 但是應該 扯爛了頭套 扯爛了你 看下一套有新衣服 我記得他拍的時候 他扔了在地上 但是又要拿回去 撿回去 又要再打回去 為什麼這麼撿 頭套 因為我的頭套 是全劇 我是 他們全部都是 癡一點點 我是永遠都是全頭套 就是熱一點 其實今天OK 今天天氣都 很涼快 我也是在想 啊 接下來拍PG2 我剛剛才說 如果現在馬上開就好了 這個天氣還是舒服很多 什麼時候開有熱 應該是年 三四月 三四月 三四月都還好 開一下就熱 是啊 哎 上年到我三四月 開到九月 哈哈哈 所以就扔頭套 還有現在香港的天氣 好像越來越熱 是啊 嗯 嗯 我們都預算了再辛苦一次 不辛苦 再開心一次 那是不是台慶都會再鼓裝 又是有些表現環節 其實今天這個就是台慶的 是台慶的 opening 是台慶的 opening 對 對 都很開心 所以今天就是叫做播完 都 對 公司都找回我們去做個 opening 還有我們好像是整個台慶的 opening 一開頭的第一拍 對 這次很重要 威水 對 就是托家樂和Gini 哈哈 你之前有托家去了英國嗎 是啊 是啊 很開心 終於可以去了 看萬聯 因為是 思浪回到萬聯之後 是我一直以來的 很想去做的一件事 所以 終於做到了 我們不斷叫他去英國旅行 要玩得開心一點 是啊 他們都很好 就是我整天的行程都間不斷找他們 然後JW又幫我 這間餐廳好吃 這邊好吃 那我都 以後分享一些照片 給自己 對 對 都是第一次一個人去 有啊 有索訊 有啊 有我們四個 不是我們三個每人有一份 對 是不是當散心一樣 因為我本身這部劇 是十月尾開的 突然間Postbone 十月尾才開 那就臨急臨問 我就覺得 啊 我覺得是天啊 給我一個時間下去 可以做一些事情 但是 這麼臨急臨亡 你又找不到 就是 不是每個份職業都去畫他 就去 那我就 那我是買到波費 我先 我先買幾多商品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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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他們問的 哈哈哈 我也想的 但是沒有 我覺得呢 我覺得呢 一個人去旅行呢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但是我叫做完成了 因為我很想自己做事的時候 我就覺得 有一個人陪下會開心一點 但是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經驗 嗯 嗯 是嗎 又是想找回女朋友 做事先 做事先 嗯 想快點錄歌 等可以有更多東西 嗯 連微頒獎禮 頒獎禮會參與的 其實我覺得自己很久沒有參與其他 因為之前不是派很多歌 所以今年終於可以參與一下 參與法呢 Ciao